朋友们好,兄弟们好,董事们好 龙哥过来,龙哥过来就是嘎嘶嘎,嘎嘎生活 身体在恢复当中,面色不是很憔悴,但是又有一些憔悴 因为很多事情烦了 就像今天早晨有一个朋友,龙哥的朋友 突然间他跟我说,龙哥呀,我生活碰到一些困难 需要麻烦叫我救救急,但是我考虑了半天 我不知道这个救急我到底该不该救 怎么一个救,怎么救呢,救急 救一次,两次,三次,还是几次 龙哥一般像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一般都不会去开这个口 因为我们毕竟是网络的朋友,不是我不信任你 你不该向龙哥开这个口 龙哥这个人比较直接 所以你早晨在发消息的时候呢,我正好在做那个早课 龙哥每天要点香,拜佛礼佛 早晨都要有一些功课在做,手机旁边滴滴答滴答 我没有急事回顾你 那么在视频当中呢,我只是想跟周围朋友说一下 我们都是西瓜的油油,你有困难,龙哥已经帮 那帮了第一次,现在你让我帮第二次呢,龙哥确实有点为难 不是为难那么一点小钱,是现在龙哥没有人民币 这是我很为难的一件事情 那么也就是说我要把那个卡利的日币 在交易所直合成现金,再贿赂到我的微信账户 然后再转发给你,它需要有一个时间段 但是我同时呢,我就想跟周围朋友说一下 就说,困难人人都会有 你觉得龙哥现在生活很滋润 每天吃吃喝喝玩玩 这些都是我在年轻时候奋斗而得来的 不是天上掉下的心 我一般都不太会去开口借钱 我这人就这样很硬了 龙哥穷的时候你想象不到 我可以跟你说 我穷的时候问我家里人开口 问他们要一点钱 想做点小生意 家里一个人都不会借给我 自己家里人啊,同志们啊 龙哥都要拿自己的那个装煤器的债券去抵押 再去拿这个钱 你说说看嘛,所以亲情对我来说 一直都是很冷酷的,在我心目当中是很冷酷的 我觉得就是压空就没什么亲情可言 我心里只有没多少人的位置占据在我的心里 是我龙哥认可 所以我希望呢,就是说自己碰到困难 能够自己去想办法解决 这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不要去拆东墙和西墙 这样的生活状态是很难很难的 很难维持下去 这不是长久之机 好吧,我一笔带过不想多说 反正呢,你认为龙哥说的对 那你就接受一下 如果你觉得龙哥说的不对 那你就,就当我没说吧 好不好 龙哥不是一个很小气的人 龙哥是很,派头很大的 但是呢,问题呢,就碰到这样的事情 龙哥确实是 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 所有的有用可以给龙哥一点意见 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该怎么办 到底是去帮这个朋友 还是不去帮 就当不知道 当不知道我做不到 龙哥这个人我做不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是昨天 白天,整个日本在地震 国内相关的报道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东京也在地震 大阪也在地震 它的主要地震态是在大阪湖的和格山 它正级是五级 大阪的震感是三级 东京我不知道,可能也有两级 反正所有生活在整个日本岛的都有震感 小鸡 昨天真的是,像全国晚宴一样 全都在摇动 摇动着世界,摇动着整个圣区 摇动着所有的动物 人类也是动物 然后熊啊,树啊,野猪啊,野鹿啊,野鸡啊,野鸡啊,野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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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和鱼啊,都在跳跃 那一地震吧,那肯定会跳跃 那我就不知道我家六个猫咪有没有在跳跃 这我就不知道了 其中有一位友友说,荣哥,你应该挖一个防空洞 如果碰到地震的时候,你可以到防空洞去避难 我到防空洞避难我有啥用呢 是吧,房子摊下来没有把我压死 我埋在里面给活活饿死 对不对啊 那又有个朋友说 你挖一个防空洞,下去之后呢,里面要备足食物 备足水,粮食,吃的喝的全部要备足 还有应急灯啊,蜡烛啊,什么的 下面连空气都没有了,我放那么多东西有什么用呢 对吧,那万一来个海啸呢 你什么东西都有,有啥用呢 活活给淹死 所以这些 很多东西不太现实 在这边挖环空洞啊,什么东西 我相信和建筑局 可能要先登记预约咨询啊,到底能不能挖呀 这个东西啊,确实也不太懂 当然了,像龙哥这个小白龙,抗震级别要达到8.5级 所以像昨天这样的一种地震,最多的房子摇来摇去,摇来摇去 哪怕摇到四十五度,甚至于什么都没关系 房子不会垮掉,因为抗震级别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等级 所以也感谢,非常关心龙哥的这些友友们 谢谢大家,帮龙哥出计谋啊,出点子啊,非常的感谢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在日本这个岛国 一年四季至少有一两千次地震 一级两级很正常 所以不用担心啊,当然了,也是感谢大家的好意啊,龙哥一一收纳 好吧,也同时感谢这两天龙哥生日夜 所有朋友的留言,支持,祝福,很多朋友都祝福 昨天我收了整整一天的祝福 把所有祝福全部塞到心房里面,藏在心里,好暖和 有些我没办法塞,塞不进去了 这个心不够大,塞不进去了 所以我全部都藏到地窖里去了 这个地窖还是那个小小的 当时齐山先生帮我挖的一个小小的地窖里面 就存放久的,我就把这些祝福都放到这里面 慢慢今后去,再去把它笑话 非常的感谢,那龙哥还在恢复当中 在这两天所有的视频当中的留言 可能是没有及时回复 还有很多视频,大家拍的视频,龙哥没有一一去观看 请多多谅解 有些我是留言了,明天看或者后天看 有些我是,比如说一分钟的,我尽可能看掉就看掉了 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真够现实的 龙哥不看你的视频,你就不看龙哥的视频 也不过来留言了,没关系 龙哥身体好了,我总会去看 啊,好不好 那其他也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说 今天的天气还是凉凉的,龙哥打开地暖 那现在在这边喝着气冷水,这两天都不敢喝什么其他的东西 啊,然后呢,做做视频,然后慢慢就分享给大家 一会儿晚上还要煮一个白菜粉丝 加一点乱七八糟的东西,叫乱炖 那龙哥不喜欢吃乱炖 那这个既然是一锅炖,我也要一步一步的来 咱们是上海人,上海人吃饭都是井井有条 把所有的美食都烹饪得非常的干干净净 非常的色香味俱全 这就是上海人的强调 大家不要误会啊,不只是上海人有强调 全国各地的朋友,会烧菜的朋友都很有强调 龙哥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 我是龙哥,感谢关注每日动画 我们下期见,拜拜 这位 还是那句话 好好休息保持眠 现在的新冠病毒说不清楚 大家务必不要小看这一次的 那个恐龙病毒 还是要注意防护 一定要记得了,一定要记得 人坐的地方千万不要去 勤洗手,戴口罩 这一点今后成为是一种常态 大家务必不要偷懒 好吧 那视频的结尾还想说一句话 就是 龙哥不是一个很小气的人 龙哥是一个很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但是看什么样的一种帮助 好吧 zt 怎么说是一种家 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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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换一下我们就做了 去见识了